想要换车的民众有福了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货物税条例修正草案 未来民众如果卖旧车换新车 可以减征5万元的货物税 此时不预估一年可以增加1万辆的新车销售量 实施5年期间 预估将会创造500亿元的产值 抢救软趴趴的经济 行政院会8号通过货物税条例修正草案 鼓励民众旧车换新车 带动消费并且把淘汰的旧车 销往其他国家 一旦修法通过自生肖日起5年内 只要是卖掉中古车 出口到其他国家并且买了新车 可以减征5万元货物税 等于旧车换新车可以直接减价5万元 中古车的市场一年有50万辆 我国完全没有出口 中古车出口一定要跟新车连结 我们预计一年如果可以增加新车的销量 一万辆 根据草案认定车铃两年以上的车子 就属于中古车 但民众必须持有满一年 而卖车出口后 必须在6个月内购买新车 才符合减税资格 而之项修法预计会实施5年 产值一年大概可以增加100亿 所以我们这个方案先实施5年 预计5年内可以创造产值500亿 增加1500人以上的就业 那税收会净增加113亿 而张胜河也期望立院这个会期 就能修法通过 让换车民众享受小确幸 也为国内经济带来一股新能量 有点TV陈宏邱世仪台北报导